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的霸气采访 周斐如肉盾一样坚强 赵小刀沉寂了 赵丽颖在热播剧《有斐》中的表现可谓大放异彩 他饰演的周斐阳光开朗 勇敢无畏 深受观众喜爱 赵丽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周斐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年轻人 对待舞学充满热爱 不畏困难 敢于挑战 这种积极向上的形象无疑深得人心 也展示了赵丽颖优秀的演技和塑造角色的能力 据最新调查显示 赵丽颖在《有斐》中的表演得到了85%的观众好评 其中有超过90%的观众对他的角色形象给予了积极评价 这也印证了赵丽颖在剧中所展现的阳光 勇敢形象深受观众喜爱 同时 赵丽颖在采访中表达了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他认为 作为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是真诚和热爱 他愿意通过自己的演技和角色塑造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观众看来 一位真诚热爱表演的演员无疑更值得尊敬和喜爱 因此 赵丽颖通过角色周斐的塑造 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演技 也传递了对表演事业的热爱和敬业精神 希望未来赵丽颖能继续保持这样的表现 用更多出色的作品回馈观众 赵丽颖的出色表现在《有斐》中确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据2023年5月份的数据显示 该剧在网络上的讨论量和点击量均居高不下 赵丽颖的角色和演技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此外 根据观众调查 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赵丽颖在《有斐》中的表演印象深刻而满意 赵丽颖的成功演绎也引发了对当代青年形象的关注 作为一代新人 周斐的形象充满了活力和正能量 他的勇敢与无畏也让人为之动容 这也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的积极进取和拼搏精神 深受观众喜爱 据专家观点显示 这种积极向上的形象符合当下社会对于年轻一代的期待 也为年轻观众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 通过赵丽颖在《有斐》中塑造的角色 观众对于内地女演员的表演和形象塑造有了更多的期待 不少粉丝表示 希望看到更多像周斐这样充满个性和活力的角色出现在荧幕上 这也呼应着观众对于多元化 有个性的影视作品的需求 因此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具有积极形象的角色出现 为观众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影视世界 总的来说 赵丽颖在《有斐》中的表演不仅展现了她的才华和魅力 也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当代青年形象 我们期待在未来看到更多这样的精彩表演 也希望影视作品能够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人性和情感 让观众在观影中获得更多的启发和感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